哈喽大家我送机与装修师傅斗智斗勇 准备一年时间了 马上就能看到结果了 刚刚鱼缸又漏水 因为全部都要接电嘛 接好电之后现在是通电的状态了 带大家逛一逛我的新家 已经把灯锯全部打开了 有地方确实还要调试一下 像那些莫名其妙的 有两三个断掉的连接点 我也不知道啥回事 看到我都有点头痛 慢慢弄嘛 这些设灯刚刚也才装上去 还没有调试好 等下也是我自己来 小的东西无所谓了 大的师傅搞定就好 还有厨房 也是装好了4000K的暖白光 嗯 我感觉这灯光还挺不错的 应该是够亮了 走逛一逛 房间里面现在灯光咋样 这是卫生间 还行啊 挺暖洋洋的 冬天洗澡的时候就会比较暖一点 之前跟师傅说是预留了三个开关嘛 这三个开关的话其中有一个它是专门用来控制浴霸的 但是现在浴霸也没装 灯也没装好 这个是抽风机 其他按道理来说有一个是控制里面的灯的 但是也没装好 明天也要重新再调试一下 先把有问题的记录下来吧 这是小朋友的房间 亮度应该还算够 只有一个云朵灯 后面这里是总开关的 这个也是给未来小朋友准备的 还行吧 有三个开关 这里也是 还有这里也是 每个房间都一样 安排的这些插座各方面还是挺足的 哎呀 他们装的时候老是把旁边这里给弄 这个是老人房 给我妈妈准备的 柜子我看是今天晚上装还是明天装好了 这也不是什么东西啊 这些是茶字而已 到处撒茶叶 然后碰到了水呢 就有这种痕迹出来 柜子的话已经到了 也是跟外面用的一样的柜子 我刚看了一下材质还行 它是实木的 哇 这个房间好凉快啊 风大 看一下主人间吧 装了灯之后会敞亮一点 哇 这个灯完全够了 整个房间看起来都挺明亮的 还有卫生间 这边也是一样 预留了多一个开关 嗯 哇 接错了吧 怎么把风扇接到这里了 而且做工真的太毛糙了 这个肯定要改 这个面板还是改成正五孔的 它这个位置根本就没必要存在 看起来怪别扭的 这个操作也挺让人不懂的 怪不得老师在我不在的时候 在去干活 我一在呢 他就说今天有其他事情先走了 哎呀搞得到处都是这些边角嘎拉的地方 这个里面呢也一样 里面控制不了主开关 但是 可以控制风扇的位置呢 又装在最边边角角 啊 真是醉了 没办法了 该反攻的地方 还是得反攻 大家也可以 证明我不是一个很难讲的人 只是 有的事情的话 我也想尽快搞定 但是 各方面的设计它不合理就是不合理 已经挺多开关在这里了 但是我还是让我买了一些开关回来 说不够用 啊 这个卫生间啊 好多都是把一些没必要的给浪费掉了 你像这个这个我又要给它换回来 我要这个干嘛呢 我这里不是有两个吗 而且还是荒废了等于 完全没有作用了 只有这个开关是有用的 那我把这个移到这里 然后这里还多了一个 它浴霸还没装 我还 就是 有点心态都崩了嘛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装的话 你别说给家装公司 让他们把我们装 就我们自己装盯着看 都会出很多很多问题 真的以后 还是省点心吧 让家装公司来装好了 这三个小射灯我也自己弄好了 还行 这个灯呢 它是三色开关的 本来我想买单色 买不到 没办法 一起来展示一下 你看这里是一个是吧 这里又一个 这里又一个 也是三个 这多余啊 多余啊 太多余了 你说这里换成个简单一点面板 还好看呢 你搞这么麻烦 这两个就废了 真的是服了 对啊 给那个镜子的奔一起 对啊 这样也行啊 你像这个不三不四的 我真的是醉了 正常来讲 外面的灯 要预留一个可以打开厕所的 这个也没装 是 然后里面 里面 该它装的又一个都没装 我操 真的是 我心态真的崩了 我就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说 搞这个低装 所以我都老了几岁了 这个肯定要换的 太难看了 谁在客厅这里装 这里总操作 真的是 而且还控制不了 这个灯 到时候我换的话我就 来午饭没吃已经很饿了 但现在我也不想吃完 你都没到场 你怎么比我还要气啊 哈哈哈哈 还有个更气的 那师傅啊 就是我装那个 30层60的集成吊顶灯嘛 都装不上去 你叫其他师傅过来 然后 我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吗 如果是扭一个螺丝 把它扭紧一点 就好了 我就自己装上去了 然后还有外面走廊一大条的灯呢 他就说 哎我搞不到这条线在哪里 你叫师傅过来 然后人家师傅还真过来的 刚好这电工不在 他就直接直白的跟我讲 我不是电工 我都知道这条线怎么接 以前刚刚也说了我挺久的 就是 为什么我下午没有去吗 我是有点在新冠后遗症啊 老是觉得凶梦灰西不到位 有时候就感觉快死了一下 就在这里下午睡了一个多小时午休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把那些插座啊 开关啊 那个位置全部都安排妥了 放在插孔的脚下的 但是师傅呢 他可能就没有当一回事 他就自己擅自主张了 就把那些该装的不该装的 全部往上面怼 导致现在呢 那里还剩下一大堆的开关插座 还说不够用 我说怎么会不够用呢 今天我中午还跟我讲 我又下单了一些插座过来 现在我把他们都给退了 明天把那些正确的安装方式 吊转一下 装上就好了 今天我最欣慰最开心的是 就是我女儿去把她妈妈手上的勺子 抢过来挖西瓜给我吃 一边挖一边说给爸爸给爸爸 好乖啊 爸爸 你不是到房子里面去吗 我带安姑去逛街 他在路上就看着 路上都是行人嘛 他就突然叫爸爸爸爸 我有时候觉得心都化了 就刚睡醒的时候 我要出门上个洗手间 他就爸爸爸爸 就刚出门就开始喊 就以为你要出去干嘛 又不回来 这个为什么会响呢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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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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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过前两天确实 每天肉眼可见的输出 一天比一天少 好了 先这样 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 拜拜